4月2日世界自閉症關外日 澳門自閉症協會和澳門旅遊塔 合辦推廣正式自閉症活動 為表示對自閉症人士支持 澳門旅遊塔邀請家長門空中漫步 並和自閉症子女在180度餐廳共進親子下午茶 一起見證一連一度點亮藍燈儀式 其實自閉症協會自從2012年成立之後 我們TOWER一直以來都很支持這個項目 Light up the blue 我們每年都會亮藍燈 其實我們都希望將自閉症的關外日 更加普及 更加希望多些人關心自閉症的兒童 去理解和欣賞其他天賦和其他能力 自閉症協會在大堂設置Elaika作為背景 並預備一系列宣傳正式自閉症標語牌 邀請家長們和大眾 在不同時段拍攝支持正式自閉症宣傳片活動 務求為家長們發放正能量信息 從而透過不同的渠道 對社會大眾、政府、學校、家長 傳遞正式自閉症重要性 自閉症其實是一個 現在都很大胃的一個疾病 即是一個能力的表現 他們是很多小朋友會是這樣 今年是我們第一次跟旅遊塔合辦 過往我們都有做一些講座 做一些相關的資訊帶給家長 希望他們可以知道現時有很多地方 譬如我們都有一些網站 有很多社交群組 都有給他們的資訊 讓他們知道有些相關的知識 例如在外面有些甚麼可以幫助 他們在家裏可以做到好些 或者在哪裏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在澳門有哪些地方做哪些是好 那些老師或者是哪間學校 我們都會跟家長他們作一個溝通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平台 讓家長大家可以一起融合 這樣幫助 將自閉症這個問題 將它盡量減少 因為現在很明顯是一個 倒三角形的形態 在下面沒有甚麼人去知道 找到它出來 都想到它長大後才發現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正視 這個活動 能夠令到他們可以及早 可以發現到小朋友的問題 而是變回一個正三角形的形態 而是一路幫到他們 之後越來越上就越來越少 減少這樣 希望可以做到 大家都希望可以支持一下 我們正視這個自閉症的活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次 感谢观看